這裡有一個要特別注意的 我們 你會發現 剛剛做的這個 這個 我們有沒有變成3D塗層 這裡有沒有勾起來 沒有喔 你不要雞婆去把這裡勾起來喔 因為 它並不是因為它是3D塗層 而變有3D 是完全是因為什麼 那個濾鏡的關係 你這樣一做的時候 反而它那個3D的 會看起來怪怪的喔 會看起來怪怪的 所以這個地方你千萬不要 自己製作主張 把它勾起來想說有攝影機 就要有3D塗層 本來的基本概念是這樣沒錯啦 但是因為這個算是比較特殊的 濾鏡本身有支援3D 所以你勾起來之後 反而會造成有問題 這個一定要特別留意一下